嗨,大家好,我是阿朱 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考了两次TOPIC的考试心得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 我先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去年三月一直到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 都在成军馆的语学堂就读 然后总共读了十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十个月之前 在我去韩国之前的话 我的程度大概就是韩文EA的程度 所以在这整个一年的时间 我就直接在十月和十一月连考了两次TOPIC 然后拿到了六集合格 我讲这些话我不是要拿来宣扬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你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接下来的影片 我会分成阅读、听力、写作三个部分 来分享我的考试技巧给大家知道 首先是阅读的部分 我相信考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最难的部分就是在时间掌控的部分 因为时间真的是有一点紧凑 所以我认为平常你在练习阅读能力的时候 不外乎就是大家讲的 可能要多看一点新闻 或者是你课本后面的 高级课本后面有一些长篇的文章 我觉得这都是你平常一定要养成 每天要阅读的习惯 刚开始你读的时候 可能会有觉得有一点吃力 但是我觉得一天一天如果你这样养成习惯的话 你的阅读速度 你会发现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快很多了 这边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啊 就是如果你在练习看文章的时候 长篇文章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第一次看到不会单字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查字典 这个千万一定要记住 不要查字典 你就一整篇自己从头看完一遍 你只要大概知道整体的文章脉络 跟他的一些结构就可以了 那你会想说 那如果真的遇到不会了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太多不会的话 你就在第二次的时候 好好查一下字典吧 这是我的练习技巧 因为你看哦 你平常在看中文文章的时候 一定也会有一些不知道单字 尤其阅读上面很多 都会有一些经济上历史上的那些故事 我们平常也不会知道 即使是中文文章 所以你在读中文文章的时候 我们一定也会看他的前后句子 来推断他的那句句 你不知道那句句子是什么内容 对不对 所以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在练习阅读看长文章的时候 第一次阅读的时候 记得不要查字典哦 另外阅读考阅读上面 我自己是有两个小撇步啊 这样这个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 第一个就是我在考试的时候 因为长篇文章通常都是放在最后面嘛 但是如果你长期就是考试 期间一直在看阅读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造成精神疲乏 所以我在考到时间大概到中间的时候 我就会跳过中间的题目 先做后面的长篇文文答题 这样会让我自己精神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会把中间的排序顺序题 放到1到最后才答题 那第二个小撇步就是 TOPPE它的ABCD的选项 它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我在最后如果真的有不会的题目的话 我会先控着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AV选项的提醒 那个选项的数量 我会先把它计算一下 然后我再去猜那些我空下来的题目 这样的猜中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听力的部分 如果你是想要考高级的同学 我觉得前半部的听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都是一些日常对话 但最难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后半部 比如说纪录片或者是演讲 就是会有一些历史上 或是甚至是动物生态的一些专有名词上面 可能会有听不懂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预看题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预看题目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在他讲题目之前的话 你已经先把他的题目全部都看完一遍了 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是 你看完那些题目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他这个听力题目 大概是在讲哪一个方向 所以我在练习做考古题的时候 我尽量都是让自己在听完第一遍的时候 我就要把题目全部打完 因为听力是唯有两遍嘛 但是大家训练自己在第一遍的时候 就可以把题目全部打完 这样你就有时间看下面的题目了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 第三部分就是写作的部分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一直卡在五级 上不了六级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写作拿不了高分 那我觉得前半部的话 就是一些图表啊 或是一些email 一些小的那种问答题的话 其实你真的只要考古题 大概写多遍一点 就大概知道怎么写了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最后面 长篇作文的部分 在长篇作文的部分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 让改题卷的老师知道 你大概要表达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他很清楚明了的知道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这听起来很像废话对不对 但其实很难哦 因为很多同学都会想说 我一定要拿到高级的分数 所以硬是用了很多高级的文法跟单字 但是如果你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去使用的话 其实基本上老师会觉得你用的很尴尬 就是你的那一个语顺根本不顺 所以反而会降低你自己的分数哦 所以我自己的情况下是 因为我还是要拿高级嘛 所以高级的文法我是一定会使用的 但是如果我会有不确定的单字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是不会使用的 那长篇作文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难是时间控管的问题 因为他的题目 比如说我上次两个题目是早期教育 然后还有都市开发 这种比较我平常不会去接触的问题 就不像你平常写日记写日常生活这么简单 所以我通常都会为了想要节省我思考的时间 我就会在一拿到写作题目的时候 我就先不会写前面 我会先看一下题目之后 大概想一下我等一下要写什么之后 我就会一边想然后一边写前面的题目 这样我觉得会加快我后面写长篇作文的时间 而且其实我觉得长篇作文大家也不要想要太复杂 因为他长篇作文下面都会有问你三个问题 那三个问题其实就是要帮助你写三段的架构 比如说你第一段就直接回答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段就直接回答他第二个问题 其实都蛮好写的 那最后一个话 大家一定要养成平常就会用韩文写作的习惯 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 就像刚刚讲的 虽然他的题型不像你写日记那么好写 但是如果你平常连日记都不写的话 就日常生活文章都不会写的话 那更何况是这种长篇作文 所以我平常之前就算 我初级的时候不管韩文再怎么烂 我的韩文 我的instagram上面都还是会用韩文 再做一次中韩的都会写上去这样子 大家不要去翻误我以前文章 我觉得写很烂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给大家的一些topic的小技巧 就是我自己的小技巧还有一些想法 但大家不要忘记写考古题也是非常重要 这根本就是基本功 所以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那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topic还没有考口语绘画的部分 就算你考到六级其实也不代表你这个人的韩文能力真的非常高超啊 或是怎么样 跟现代人跟当地人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应该说我身边很多朋友 嗯或是其他同学考到四五级 但是他的口语绘画能力可能只有在初级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topic看着是一定是这个人的韩文标准 只要当做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测验就可以了 况且学习语言的路上真的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也是 我们一起加油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订阅加按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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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